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好,欢迎回来《电视烤饭》 在我身边有妄想症的Andrew 刚才也说到 其实年轻人对于这个网络世界 其实就变得很快 不过他们的家人 其实是真的很大的难处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其实你们的经验 其实可以帮一帮家长 去了解他们小孩最喜欢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鼓励 他去了解他的小孩在喜欢什么 看什么视频,什么类型 但我们发觉这个地方 也是比较大阻力 我曾经… 香港,你自己… 或者应该这么说 阻力是… 我曾经收过一些投诉 投诉我们的机构 就说 你可否不要再教我的儿子做YouTuber 当然我回答他 我从来没有教我的儿子做YouTuber 我从来没有鼓励他做YouTuber 他只是本来想做YouTuber 黏着过来而已 我们就是这种情况 而在过程中 我们会发觉要求一些家长进入他儿子的文化处境 是比较难的 他会很快觉得浪费时间了 我上班这么辛苦 你还要陪我看他的影片? 甚至乎有些更极端一些 可能是知识水平高一些 可能都做了分岛 有些可能真的父母自己都不懂网上的东西 他就不会分不出 就是小孩去剪片或打机 他就分不出 各式各样都有 曾经也有一个家长 就很生气 因为我们这些出现在那些广座 因为我们偶尔也去学校广座 偶尔也会被人批斗 我试过有一次 即是现场的学生 现场的家长 现场的家长? 是的 因为我做家长广座 在Q&A的时候 我讲完故事 有不同款的 试过有个家长说 安德鲁 我的故事是中六才开始变化 他就问我儿子现在中一而已 你要我等六年 那我说是 难道他回答他吗 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回答他 很多时候有很多情绪 也试过有个家长 不小心踩到他的尾巴 什么尾巴 简单说 他试过打破那部机 打电机太生气 打破了那部机 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做 这样真的不行 而且我补一句 很多时候小孩的习惯 或者行为模式 就是源于家长 从小到大的管教不足够 所以就糟糕了 前面那堆都还可以 对了 一下子就好像不小心 一把刀插进他的心臟 心臟那里 一路问问题和他对抗 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 但是很多时候 但我也学了一个功课 就是真相其实都是比较 人不是很喜欢的 可能都是说话技巧 我要学习 但反过来也不再想起来 我也觉得事实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的行为模式 是真的从小到大建立出来的 就算你很简单 讲一些比较基本的 你每晚睡觉前查牙 或者每晚洗完澡才查牙 不是,洗完澡才做你自己兴趣的事 有时都是父母 可能逼你去做 令你有些习惯出现了 譬如我自己这样为例 我左腰的 我小时候写字的时候 左手 我妈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年 对,打到你不可以用左手写 要用右手写 结果又很奇怪 我吃饭,我妈也不管我 所以现在我左手拿筷子 右手写字 所以我们以前的年代 就可以边吃早餐边抄功课 那就可以左右互搏 有这些发生 但回来就是 其实也很看家长是否愿意 对,他如何教 甚至如何看一些事情都很重要 有时我们也很大胆 例如说到一些讲座上问 你猜你儿子有没有看咸片的呢 真是… 很真实 没有你信不信 是 有些家长的娘亲 是 不可能的,我儿子不会看这些 但实际情况是没有理想的 但现在社会充斥着不同的资讯 面对着这么真实的情况 如果你不进入这个文化 是 你又怎样呢 有些当然会说 是否只是儿子 我女儿也看的 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可能我们… 香港人也比较避忌 是 就是说一些性教育的东西 其实也不敢说得很深刻 在这些部分 我想也不想差太远 而我的意思是… 家长会想避忌他 而不是我去准备教他 是,甚至进入这个文化 能否能够呢 其实有时也需要慢慢学习 那倒是吧 如果他进入了文化的时候 家长有自己的见解 是健康的 他分享给那个小孩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对 所以就像你平时聊天 你都会… 以前有句话叫做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 很多 其实孩子也是一样 你跟他不合谈 很快我就会有一个自我防御机制 就是说你来认识我的文化 是想我不做这件事 你想知道我打什么机器 是否想我不打机器 可能会是这样 反过来 如果你真的抱着一个心 去知道他这些东西 其实也未必要走到这个极端 反而你可以帮他 有时人就是坏了 就是你… 人就很败坏 你去到一些情况 可能很简单 当你本来很介意 你的儿子经常打机 好了 反过来 去到一个情况 就是小孩突然有很严重的病 你打吧 不要紧了 你打机吧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 有时是你看到那个价值观 你重视在什么位置 我想我差太远了 不过我想说 我最想表达的是 透过去进入一些文化 的确确是可以对你和小孩的 交通系有一个帮助 又提到 就是说你其实也很希望透过这个社企机构 接触人的时候可以传到福音 但其实是否容易呢 其实我们正正也是因为这样 或者反过来说 广想症这个机构 我们对外也没有说有宗教 这个东西 就是广想症没有一个宗教背景 但是广想症的创办人 也有宗教背景 所以实际上我们都会这样去看的 第一就是需要服务的对象 他即使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觉得要帮他 这个我都很肯定 就算我的同事 有些不是有基督徒 那是没有事的 有时基督徒也很不能做的 对不对 就是我这样想 第二个部分 能够让人认识神 这是我的呼召 我是很希望人能够认识神的 所以日后如果再发展下去的时候 我都会想 可能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支线出现 说不定可能会开到一个新机构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做 不过我想提到一个一点 就是的确是人能的认识神 都是我很想发生的事 那会不会 也有试过很棘手 有人会说你 你不要跟我说耶稣 知道你这种东西了 有没有试过 不如放弃传福音 在这个机构当中 我想这个部分 我真的比较少 认识放弃传福音 分开也没有想过 对 反过来就会 刚才所说的 可能我们有一些位置 我们都会很小心解线 因为譬如 你去服务他 我想又未必是 譬如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想帮他 不是因为想他相信耶稣 而帮他 是 就是想帮他 是 这些概念我们都会很清楚 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说有没有人攻击过 当然有 就是我们以前 最早阶段的时候 我用自己在YouTube 拍一些影片 讲见证才算 偶尔也会有一些留言 是恶意的 那一定会有的 是 你打电话打到这样 你还说帮青年人 我会这样 总是在不同的地方 人都会有机会攻击你 是 而且在网络世界更加容易 对 很自由 他又不需要开名 开个帳户 匿名才算 没有法律责任 专业放腐镜 有没有真的成功过 你接触的年轻人 信主呢 其实我们当时 我们就会做一些 譬如透过我们的网络 有些人去做 就是说我想来教会 亦有的 试信你 对,试过一次 其中一次 就是挺有趣的 说一下 好吧 我结婚的时候 我又做了一个直播 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看 我在教堂行礼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直播 结束之后 真的有一个小孩 就说 Angelo,可不可以跟你回教会 后来他来到教会 真的举手信耶稣 但是一直的时候 我发觉现在的青年人 他实在有很多事情忙 问他星期六 因为我们教会的崇拜时间 是星期六下午的 我叫他来 又要补习又行 第二天要陪伴父母 学生哥 是 那个状况 令他们未必负担到 这么多聚会的时间 第二天 就是有时他们 例如他们去到教会 他们都会觉得有听导 可能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觉得有这么长时间 其实在这个世代里要做科码工作 是有很多的挑战 跟进吧 一来 二来 其实世界上的东西 永远比教会的好玩 是 你说爱神的心 其实你要在一个青年人 这么短时间去建立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也看到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其实 就算我们用一些方法 带到他们去教会 但要去做一些跟进 也是真的不容易 但我们相信这粒的种子 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天会发芽 我觉得还是要等候 就像我十几年前 我记得有个中学同学 当时我信耶稣 心里很想我的同学信耶稣 他不断跟他说福音 然后说到那个同学生生气了 就是说你不要再叫我回教会了 是 我就说那好吧 然后我隔了几年 我真的没有想到 有一天他跟我说我做了基督徒 他亲自跟你说 很多时候我们为神做一些事情 有时候也未必有什么回报 但是好像圣经里面所说 就是借人实种,懒人修葛 是不是 就是宵贯的也算不得甚多 栽种的也算不得甚多 唯有是神叫人去 人的心 人能够在他里面的成长 我觉得这些就是等候的功课 是 还有也是 就是 在将来的时间内 我们真的不知道 神是会什么时候动工 好 那我们稍后回来再聊一会儿 对 对 福 psychedel 我们知道 没 过